117 中國新聞社 專訪國碧亭 小時候想當發明家 欺負國境名無赤道 2015年7月13日娛樂新聞中新網北京7月13日電 記者張希 從廣告中的益達女孩到小時代中的男商 國碧亭花了五年時間 如今 隨著完結篇小時代四 靈魂盡頭的上映 她終於也要揮別男商 開始下一段旅程 近日 國碧亭在北京接受中新網獨家專訪 她透露自己小時候的夢想並非當演員 我那時想當個天才 或者發明家 再見小時代時光不老 我們不散系列電影小時代即將落幕 殺青那天的場景還在國碧亭腦海中反復閃回 那個場景蠻感傷 國碧亭大眼睛中閃爍著淚光 提到這個一定會落淚 當時說要分開真的狠受不了 因為這部電影不是只有一部 一共四部 花了大家好幾年的時間 感情積累得很深 國碧亭回憶 殺青後 自己不僅哭成類人 還主動擁抱導演郭敬明和其他演員 我想好好地跟大家說拜拜 這是非常想要做的事情 八日 小時代四 靈魂盡頭在北京舉行手影禮時 一衝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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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如一場狗別重逢的同學會 就連國碧亭接受採訪時 路過的謝伊林也會打吹兩句 我們平常還是聯繫 用電影類的話就是時光不老 我們不散 國碧亭笑言 回憶拍攝時光欺負導演郭敬明無尺度 國碧亭高數記者 如果舞台上的稀笑打馬是60分的話 私下主創門鬧作一團的分數是100分 我們在片場打打鬧鬧 百無禁忌 有什麼說什麼 他笑言 拍攝期間欺負導演郭敬明是所有演員每天的必須工作 不過導演也很會欺負人 你們可以想像 大家因為感情好 基本上沒有尺度 尺度在我們這裏不存在 雖然郭碧亭因為飾演男商常常在片場情緒壓抑 但他很快就能走出困境 每次拍完不愉快的戲 大家都會笑作一團 不視說我們不會演 而是拍片中的情緒會相對方心 會捨不得 所以會抱抱對方開心一下 回憶起拍攝時光 讓郭碧亭最佩服的是導演郭敬明 他非常不容易 不掌握我們沒氣時可以休息 他的強度一直都很強 甚至大病工作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也很樂觀 小時候最想當發明家不敢養動物怕告別 因為一則口香糖廣告 郭碧亭的模樣皆與互曉 然而他最早從未想過踏入娛樂圈 更別提當演員 小時候很多長輩 老人家看到我 就會捏著我的鼻子說太窝 鼻子這魔橋 以後是要選中郭小姐嗎? 我當時不懂為什麼大家要這魔雪 根本沒有入行的志向 郭碧亭少言 自己當時非常想當天才或者發明家 雖然這種理想太難實現 但也沒想過當演員 就突然有一天被叫去做模特 然後一直到現在 覺得很奇妙 如今 郭碧亭已經非常享受演員這份工作 並落在其中 我覺得當演員一定要享受 不享受的話 就沒辦法支撐下去 也沒辦法帶給大家歡樂 因為演員需要傳遞很多正能量 生活中的郭碧亭喜歡和動物相處在一起 曾被封為動物院場 因為他從最初在路邊檢到第一隻流浪狗大回家開始 便一發不可收拾 看得可憐殘缺的小鳥 或者受傷的小動物 都會帶回家照顧 他的動物院裡增有二十幾隻狗 十幾子鳥 九隻貓 甚至還有鴨子 兔子 飛鼠 刺猬等 其愛動物程度可見一班 不過 如今 這些動物因為衰老族漸細去 對此國碧亭忍不住嘆息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就會照顧 因為我什麼都收養 但現在數量越來越少 我也沒時間再去收養 現在有貓貓 狗狗 少了 以前還有小兔子 小刺猬 但它們慢慢地都走了 答案 還有